人工智能技术充斥着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 用途也不断地扩大 如今还可以成为艺术创作者 从说故事的方式到文本 音效 效果 还有图像 完全是由人工智能一手包办的 随记者李莱玲一起去了解新加坡管理大学的一群学生 如何以人工智能的技术讲述一个完整的视频故事 这些短视频全程由人工智能技术完成 从生成文本 图像 棚树 音乐到最后把所有元素串成视频 45名来自不同科系的学生需要以2045年出现人类奇典为故事的背景 让主人工阻止人工智能统治世界 利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 GPT 学生根据自己的创意 输入各种不同提示 从而生成故事文本 李俊伟的作品巧妙融入童年时期对新加坡语尾诗的喜爱 并以诙谐有趣方式融入益顺这个地方 创意十足 如果你要比较有一点创意 你要带进自己的那种flare 你当然不能只靠AI 也是要靠自己的想象力来提示AI Chat GPT是要有一段时间的去熟练它 怎么放进它的提示 Chat GPT跟AI是可能美国做的 不懂什么是预伪式 所以我们不要再进一步地给它们细节 所以鱼尾诗是狮子头鱼的尾巴 依顺是一个区 新加坡人知道是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发生在这个区 它们才能融化进那个故事 利用人工智能 创作就在谈指间 其实我是一天内做完的 但是那个故事的发展就是花了几个小时 我刚开始就是写Prom的时候 就是觉得AI出来的那些东西 就不是我想要往那个story的方向嘛 所以我就经过了很多批改 然后AI就是几秒钟就把那个照片画出来了 按照那个JGBT的那个速度 还有自己的那些灵感 就是一起混合的时候 就是效果会特别快 这些学生虽然没有创作和制作短故事的专业基础 但利用人工智能都很快速地完成了他们的作品 也是这门课教授的学者认为 人工智能虽然不能替代人类 但会是未来新趋势 这些学生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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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年轻的过去年 甚至在年轻人 也在过去年轻人工智能 他们不是学生的学生 業界夥伴指出 在現階段 機器人無法穩定地生成原創作品 因此融入人類的創意就顯得更加重要 人工智能的創造力不可限量 在它的助力下 人類或許真的會在不久的將來迎來起點 人工智能技術用途越來越廣 就連時鐘也能夠通過ChatGPT增設智慧功能 是的 那麼這個結合了電子墨水屏幕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時鐘 除了顯示時間 還會每分鐘更新一段有押韻詩句 此外 設計者利用OpenAI的語言模型提示ChatGPT聊天機器人時鐘的所在位置 讓它能參考環境 生成更生動的詩詞 由於自製的時鐘相當受歡迎 設計者計劃把人工智能時鐘推出市場 華僑銀行開發元宇宙平台 讓用戶通過虛擬事件 了解銀行的發展歷程 以及最新服務和金融產品 用戶也能在元宇宙銀行開設戶頭 申請信用卡等等 元宇宙中的紅色建築 設計靈感來自銀行的標誌 銀行希望通過新平台 增強與年輕用戶的互動 蘋果智能音箱Homeport登陸新加坡 除了能根據所擺放的位置智能調音 提供環繞音響體驗 它也是智能家居幫手 通過Siri語音指令 就能操控家中的燈光和智能電器 內置的傳感器則能匯報室內溫度和濕度 為確保用戶個人隱私安全 儀器只會在聽到 Hey Siri指令後啟動 所有服務器的互動也會加密 在食物中發現異物 一般人都會覺得噁心反感 但是在馬來西亞 一名男子在麵條裡面發現異物之後 卻是又驚又喜 為什麼呢 原來他的麵條當中竟然是藏有黃金 這名男子在馬國的開斋節時期買了一包麵 夾起麵條時發現了一條金鏈 於是拍照放上網 分享這筆意外之財 還打趣地說 難怪麵條賣得那麼貴 原來裡頭有黃金 這網民就紛紛表示羨慕 說要去同一家麵攤碰碰運氣 但也有人留言對市集的食物衛生水平表示關心 一對情侶把拯救小蝙蝠的過程通過TikTok分享 善舉得到了不少網民的點贊 這對情侶看到了一隻被鳥攻擊的小蝙蝠在草坪上掙扎 便撥打國家公園局熱線求助 兩人依照當局的指示把牠帶回家之後 找了紫碗 為小蝙蝠打造了一個臨時住所 他們也根據紫碗上的名字為小蝙蝠取名麻坡 兩人說小蝙蝠和牠們共度了美好的時光 但牠應該回到屬於牠的家 公園局的人員不久之後就到了現場 在確認了小蝙蝠沒有大礙之後就把牠帶走 視頻短短幾天就吸引了10萬人觀看 近6000人點贊 今天的事成有約就不到這 歡迎你瀏覽巴世界新聞網 以及新聞深呼吸Facebook頁面收看網絡視頻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再會 再會 字幕志愚蝙蝙蝙蝙蝙蝙蝠 字幕志愚蝙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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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